日本海上自卫队加赫号直升机航母 日前在南海航行时,中国海军多艘舰艇抵近监视 这是日本媒体第一次抓拍到中国海军军舰,在南海监视自卫队舰艇 报道着,中国海军虽然没有针对加赫号的危险行为 但这显示了中国加强对南海的有效控制 据观察者往此前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派出直升机航母加赫号 前往中国南海和印度洋,进行为期两个月的出航 访问,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和印度等国 以推动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 日本政府相关人士表示,加赫此行不会像美军一样 公然闯入中国南海岛礁的12海米范围内 但也会通过港口访问,显示日本自卫队在东南亚地区高的存在感 日本自卫队方面希望今后每年逐渐形成定期的 南海印度洋长期舰艇派遣机制 额媒,印度将购以色列无人机监控中印边境知识活动 苍鹿TP武装无人机参考消息网 港媒引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称 印度希望采购一种能够在海平连以上超过5500米高度工作的遥控下驶飞机系统 报告着,其原因是印度希望探测其北部与中国接壤的山区连颈点线的局势活动 香港亚洲时报网站援引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说 这些无人机需要安装三套完整的具有日夜功能的传感器组 以及两套用于在无人系统离开视线以外 实际进行控制的机在数据中集装置 报道着,已经有传闻称印度将向以色列采购舱录TP武装无人机 这种无人机可以执行跨境的导弹攻击 但这些无人机也有可能会在印度国内制造 这报道了,印度陆军将在2019年4月前提出城市的招标书 制造商应该准备好在2020年前交覆盖系统 白灵鹰雾弹在夜监控爆拉出的火球观察者 网据今日俄罗斯,而机网站报道报道着 俄罗斯军方当天表示 有两架美军的F-15战斗机用白灵燃烧炸弹袭击 那是利亚弹而足而上的一处城镇,引发大规模火灾 不过,专业人士趁,目前美军已经不在装备白灵燃烧炸弹 袭击该城镇的很可能是威力更大的凝固汽油弹 环球网,据了新室报道 美国DeckWave网站日前发布消息称 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已经提出了一种被称为滑箱铺化纸的蓝结器概念 它能够对抗俄罗斯和中国的高超音速武器 该网站指出,美国军方非常关注俄罗斯 最新的高超音速武器,特别是先锋队和匕首导弹系统 此外,美国军方也非常担忧中国 因为中国也在积极研发高超音速武器 沙场点兵军民盛养近在环球军事 沙场点兵军 搬禾计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